第八場四班1400米的賽事 這場賽事是四班馬 很平均 亦有很多質身馬 所以選馬 我覺得大家要用西馬法來選擇 怎樣西馬法呢 我們回到排位表 有些馬你會覺得應該不行 首先我會西無敵威龍 劍烈蜂我會放棄 看看是甚麼事 沒事,應該繼續做 劍烈蜂我會放棄 葵聰精英我會放棄 紅磚用士放棄 另外快唱的 沈南灣復出的加州名將我放棄 只剩下幾隻馬 只剩下幾隻馬 標形鐵漢這些馬都是放棄 再按一次 梁明剛才按了 這些馬也還沒得住 快唱的加州名將 剩下1,2,3,4,5,6,7隻馬 這樣就篩了一半 生生勝勝 你說上次為甚麼不飛 有些走勢 上次生生勝勝 紅色三藍帽 191倍 尾爾 搖本輝馬房 那 走內藍 仍然說成甲走內藍贏 你看到潘明輝這位 我去馬功臣吃他的位 長馬步速很慢 位少步在外面 右轉位 塞了 打 馬 最後這部站在身上 其實可以再近一點 我覺得直路的中檔是很速一點 這次這樣加上眼罩 不知道會怎樣 但先戴這些馬房 我想這場馬 有錢分是正路馬 苗麗德莫雷拉 都應該是 就是 像是這些 惡馬的跡象 常常輸給兩隻超級馬 沒有解 一筆機的風那些很厲害 你看到他直路這樣 頭奪 已經透出了 已經有錢分 其實跑得沒有錯 是可能早出頭的馬分心 但你看到他最後200 這條騎下去的馬 你掩著那兩隻沖上來 其實他走勢都很強勁 你可以頂得住後面那些馬 你給兩隻過了 剛好 會不會雷神有不同的發揮 有機會的 另外就 星雲判官 其實這隻馬 過谷草有少許鬼 過沙田有少許鬼 我覺得他可能再減多些分 都未定 但是 其實這些馬 剛剛下四班 怎麼出王牌的沙田 我自己覺得 你小心點 這些馬 可能沙田 跑過三次 機數不算很多 但是這些馬 有機會欺負弱的對手 所以這場賽事 選擇這個有錢分 和聲雲判官做冷選 下足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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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是